今年是民生書院九十周年 有很多老師和學生 小時候就在這裡讀書 由幼稚園、小學、中學 十五年的校園生涯 都在這裡讀過 當中包括有著名指揮家葉詠詩 歌手彭玲 剛退休的前刑事及保安處處長 羅夢雄先生 以及著名設計師梁志天先生 都在這裡留下了不少腳印 我們民生書院 今年是慶祝九十周年的校慶 簡單來說 我們民生書院是1926年開始創校 當年是在德濱那個地方開始 後來才搬到嘉林圈道這邊 小學及幼稚園是1927年 即是遲一年才開始有的 我們九十周年校慶的口號 就是感恩、成全和出現 我們有兩個校分 一個就是光與生命 就表示我們是基督教的學校 另外一個校分就是 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這九十年來的校友都秉承著 這個校分回饋學校 不是每間學校都像民生一樣 有一個文物館 這裡有例如歷任校長的資料 學校的歷史 也有些很有趣的東西 例如舊的學生證 換物券、桌桌等等 而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這一張 四隻腳可以坐到兩個人 你喜歡嗎 我們學校真的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因為我們在校園裡 大部份學生都會在這裡完成 我們的幼稚園、小學、中學的教育 所以我們在這裡的學生 由三歲至十八歲都有 還有很多大型的活動 我們都是有轉的學生 小學和中學的學生 都會一起聯合演出 甚至是邀請到校友一起去做 而我們大部份的校友 都會回來畢業之後 幫我們籌組一些活動 或者協助帶的活動 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有一部份的家長 我們的職員、老師 甚至校長都是校友 而我們所有校董會的成員 都是校友 而我們有些教職員 他們也將他們的子女 送回我們校讀書 所以大家庭的概念 是非常之強烈的 我本身也是校友 我自己從小一開始進來這裡受教育 直至中學畢業 我先生也是我同班的同學 如像我們這樣 以同學的關係 畢業之後再結為夫婦 其實我相信每一屆都會有一些 而且這些同學、這些校友 很多時候都會是 當他們有小孩的時候 他們的小朋友都會送回來 民生這裡受教育 李Sir,我知道你是幼稚園、小學、中學 都在這裡讀書 你真的很愛的學校 現在又回來教書 以前的學校和現在的學校 最大的分別是在哪裡 我想最大的分別是環境上 真的有很大不同 現在我們身處… 以前不是紅色地 因為以前沒有鋪到納青地 是 那是一些石地 所以以前一扣就損毀了 現在鋪了個牆 我想學生上運動堂 或者平時練習都會比較安全 而且在那邊 以前不是這幢大廈 以前在我二三年班的時候 是一個沙池 我們當時常常說沙池有鬼 又拔腳下去 所以我們經常不敢在那個位置跳沙池 現在就轉了做H座 就是有些多用途塞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不同 就是環境上有很大不同 就算這個操場也有很多不同 有沒有一些很iconic是保留的 我想最主要保留的就是石堤級 其實石堤級這個環境 很多年都沒有改變 我想四、五十年來都沒有改變 校門 我們現在門口的校門 我想都是很多年都沒有改變 這些都是我們很icon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們所有的校友 對這些地方都很有回憶 我知道你們學校田徑隊很擅長 獲得很多獎 其實訓練他們的時候 有甚麼秘訣呢 其實我覺得很主要是 我要不停去更新自己 一些田徑上的知識 其實田徑這件事 可能兩、三年 就會有一些新的技術去發展 那些新的技術可能就會 更正了一些舊的理念 甚至推翻了舊的理念 我一定要在知識上不停更新自己 還有第二件事 我覺得是心態要保持著年青 其實我覺得要做好一件事 你要當學生的理想是自己的理想 你要幫每一個學生 去實驗他們不同的理想 我覺得在這間學校 這隊自演隊成功的地方 就是你要當自己學生的東西 是自己的東西 那你就會做得好 同學生 我想問問你現在多少年級 我現在五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你玩了田徑多久 我玩了田徑三年 三年 三年裡你覺得田徑好玩嗎 難不難 我覺得田徑很好玩 我覺得它不是很難 因為它可以幫我有益心 好 我知道田徑是幼稚園 小學到中學都有 中學哥哥我問你一些難一點的問題 我知道你應該是學了田徑很久 你學了多久 我學了大約八年左右 八年裡面 因為你經常有告訴我 其實它有很多技術會改變 你覺得以前初初開始學徒 現在最大的分別是在哪一代 以前它多數是著重在力量方面 但是現在它很多是改變我們的動作 令到我們是用最小的力量 可以踏到更大步出去 跑得快一點 嗯 那你自己學了一百年 你覺得你之後繼續升上去 會不會繼續玩田徑 我會繼續玩田徑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田徑這項運動 為什麼這麼喜歡呢 因為它帶給我很多東西 例如很多朋友 帶給我很多不同的知識 例如很多遇到困難 不要放棄 所以我會繼續玩田徑這項運動 那會不會有一點想像李老師一樣 即是畢業了 讀完大學回來再教田徑呢 有 我有想過這樣 所以我現在也會跟著李老師 學師如何教小朋友 因為我們深信 我們每位學生 各有所長讀一無二 所以我們都會積極地培訓 以及鼓勵我們的學生 參加不同的比賽和活動 亦都為他們創造一些機會 讓他們有機會發揮 他們自己的興趣和才能 例如我們星期三 有些Talent Cornets 讓他們可以自己參加 表演給同學看 亦都有一些廊重比賽 講故事比賽 亦都可以上台上 同學分享他們的故事 另外組會的時候 我們都請他們做一些主持 他們可以幫忙做主持的時候 亦都訓練了他們的膽量 他們的信心 民生書院小學每年都會舉辦 邱俊宴和學習成果分享會 邱俊宴是表揚一些 校外比賽有傑出表現 和校內成績有顯著進步的同學 獎勵就是和校長和老師 一起吃自助餐 而學習成果分享會 就邀請爸爸媽媽 來到學校 見證一下自己的努力成果 Mr.Yup 我看到這個班房很可愛 是給甚麼年級的同學用的 這是我們的初小音樂室 是給一至三年級的同學 在這裡上音樂堂的 我知道你們學校很聰明 經常會贏很多音樂的獎項 你教他們的時候 有甚麼秘訣 秘訣就不能說 不過我們相信音樂 是表達人的所思所想 可以帶給人感受音樂的美 亦可以表達情感 所以學校很重視 學生的音樂培訓和發展 我們舉辦了很多 不同多元的音樂活動 給學生參加 在樂器的類別裡面 我們有管弦樂團 管樂團 弦樂團 中樂團 和各個樂器班 在歌唱的訓練方面 我們有高級 中級 初級 三個合唱團 另外我們還有 音樂 英語音樂劇組 和精英創藝組 透過戲劇的教育 和創意的教育 令學生盡顯爽唱 在你發地待地 我能這樣擁有 永恆也神明 太多 這裡是四至六年級的音樂室 看來非常專業 同學還勤勤地合作樂隊 為甚麼要這麼勤勤地合作樂隊 因為我們遲些就有五六年 幫你包製哥上比賽 所以我們現在就努力練習 那你們練習了多久 同學 我們都練習了差不多兩三個月 我們都很勤勤地練習 那是哪一個選歌的 是我們一位同學 就向我們的音樂老師推薦的這首歌 那你們三個都喜歡這首歌的 是嗎 是 那現在心情如何呢 我都有點緊張 因為我們還不太熟 那就要練習多一點了 是 那你是負責打鼓的 是呀 其實這首歌一向都有鼓的 而且我都會弦琴 但是我覺得弦琴比較普遍了 還有打鼓的時候 也很少女生才會打 所以我就選擇打鼓 那你們兩位呢 那我們就認為這首歌 可能也要翻一點主音樂器 所以我們就負責幫忙去幫幫忙 還有我跟他都本身認識 長頂和小提琴 所以我們都幫忙 那你已經學了很久了 我是去年開始學 你呢 我是三、四年前開始學 那你覺得這麼多人一起組樂隊的時候 最難是甚麼 我覺得最難的就是 可能有時候大家的速度 不太合拍 好像有時候說鋼琴就會快了一點 那所以就要鋼琴走回你們了 是 最重要就是臨比賽前 就要跟鋼琴練熟 讓鋼琴不要那麼快就可以了 是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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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U-P-E-A